音乐 同学们好 今天我们这一节课介绍中场的接杀球技术动作 接杀球是把对方杀过来的球回击到对方的场区 接杀球根据场区的位置 我们可以分为正手接杀跟反手接杀 在接杀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基出放往前球的动作 可以放对角球 可以挑球 可以抽球 这几种接杀球技术动作 下面我们开始介绍具体的动作要领 准备姿势 两脚左右开立 磁拍手的这个脚在前半个脚掌 重心落在前脚掌 膝关节曲的 脚后跟提起来 磁拍在身体的体前拍宽朝上 准备接球的时候 右脚向右侧迈出一步 脚尖朝着侧面 这时候我们要接杀放往 激球点是在膝关节的下方 接杀到对角也是激球点在这个位置上 好 接球的时候 放往我们借助对方杀过来球的力量 借力 愿斜拍面切击到球 把球放到对方的往前 如果要接杀到对方的对角 那么这时候身体稍微往右 往左边转 左边转 那拍面对着对方的对角线路 那么如果是接杀要挑球 球的位置 击球点 基本上在身体的腰部位置 不要超过身体的腰部 在后方 在腰部 迅速地靠前臂 手腕 发力 握紧球拍 把球积到对方的后肠底线 如果对方挑过来的球比较平 那么我们击球的时候 尽量地用抽球的动作 让球的飞行离往比较低 到对方的后肠底线 击完球以后 回到这个身中间位置 就是回到原来的准备姿势 好 准备下一拍 这是正手 接杀挑球 抽球 以及放网跟勾对角的动作 握拍的时候 采取的是反手握拍 反手握拍 右脚向左侧爪 迈出一步 也成功见步 脚尖对着侧面 好 准备接杀 放网的时候 击球点在你的膝盖的下方 在这个点 好 拍面对着击球的方向 借着对方杀球的力量 把球击出去 可以采取斜拍面 接出球 要把球接到对方的对角位置 同样的握拍是反手握拍 那么这时候身体要稍微朝 往右边方向转动 拍面 整个挥拍的手臂带动 就往对方的右肠 往对方的对角 左肠去位置 好 击完球以后 返回回到中心位置 如果是接杀 挑球或者抽球的动作 那么击球点一般在我们腰部 但是不要超过自己的身体的侧面的位置 就是不可以在后方 在后面击球的时候 容易就是产生被动的这个击球效果 好 不要超过身体的腰部的侧面 那么反手握拍靠前臂手望 快速的向前闪动 左关节先动 先走朝前 好 迅速的发力 把球可以挑到对方的后肠 或者对方球过来比较高 把球抽到对方的肠区去 这是反拍接杀球技术动作 今天我们这节课学习的是 中场的接杀球技术动作 中场接杀球技术动作 可以把球击到对方的后肠 那么这个动作叫接杀挑球 还可以把球快速的抽到对方的后肠 叫接杀抽球动作 还可以把球接到对方的往前 叫接杀放碗动作 还有接杀勾对角 这几个技术动作 它们的区别主要在 击球点不同 击球的范围 就是落点也不一样 从来织接杀 μποら hasta全来 要呀 相当多的把球 到了当中的其拜 task 将是象兴趣的 就是溫ionsシート 橙动作 点 要 你 追上高利益 蟹 低加暖 干吧 就鱈鱼 咸鱼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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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